一块儿来玩个游戏 好 真心话接力吧 真心话接力 太聋了吧 真心话接力 队长 你就先来提问吧 我呀 我想问一下子彤 子彤你觉得 你的同事里边 你对哪个 最有好感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我想听的环节 对啥 你就知道我们想的是什么 想这个我就不困了 最有好感 其实讲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不同的时候 会对不同的人 有不一样的好感 但是 就是之前做任务也好 出差也好吧 去聊体会 去聊心底里的感觉 我会跟曹玥和琴琴聊 对 因为 他们两个都很敏感 他们两个捕捉生活 很多东西 细节 在一起就 就是开心快乐 就是开心快乐 也不会很紧张 但就开心 就开心 我觉得 让你 我想问 曲姐 只能挑一个 你最有好感的异性 你会挑谁呢 我得思考一下 就好像这个问题挺得罪人的 跟着直学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小刘吧 应该是 恭喜 我情敌 大家 这是我情敌 陈诗 加十分 陈诗其实是我的师弟 我们其实是同一个学校的 对 所以不要冒犯师姐 还有这条线 来 让师姐讲一讲 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因为其实我跟小刘的性格 是比较像的 然后我们在处理工作的事情 或者是在生活中 其实是能比较聊得来的 就我们的逻辑是比较顺得来的 小刘 小刘 说点吧 有 他说 由他学了勤勤 就去了 你们不要不要换了 不是 就是 就其实刚开始 我们第一次那天面试 我根本没怎么交流 我们两个 看着挺不合的两个人 但后来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都感觉了得比较来 就是在一起工作的效率 一加一大于二的 那么一个效果 今天无意把他们挑的一组去 有点成人之美的这个事情 不错 刘鹤看人就是很准确 很准确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一定能够成为 互相信任的 时期阶段 以及时期结束之后 在未来道路上 都是最紧密的伙伴和朋友 好朋友 对 互相彼此的相符前行 对 不错